好 欢迎大家收看千分教育举药学员出品的监控中心 Javix 进阶相关视频 接下来的话 要为大家讲的是另外一种Javix去进行监控的一个方式 去Javix的一个GVM接口 Java的虚拟GVM的话 具有内置的一个插件 可以帮助我们去使用GVM去监视和管理它 你还可以使用GVMX监视工具的一些应用程序 然后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VMX监控的一个过程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去装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包 是什么呢 Javix-Java-Gateway这样的一个程序包 需要启动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个包的话是安装在我们的seller上 安装seller上 安装完之后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们需要去安装这个包 安装包之后 然后去在我们Javix-Java端去设置 去开启这样的一个服务 然后下来是我们的tomcat的一个主机程序的一个设置 推程的设置 然后这个是去修改 就是你选搞一个tomcat 搞一个tomcat 然后只不过在里边 在tomcat里边也搞一个calina option 就是去监控你的某一个主机 然后它的某一个端口 我们端口 然后下来的话 就是在我们页面去进行一些详细的一个配置 前面配置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 整体的监控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首先的话 在我们背监控端 背监控端 要去装上这这样的一些安装包 一个是这个gdk 一个是这个tomcat tomcat-ademy-web-apps 一个是tomcat-doc-web-apps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上去装一些这些包 这些安装包 好 那么装完这些安装包之后 稍等 这个包可能有点多 好 装这些安装包之后 然后呢 去在我们卡特琳娜的option里边去添加上这个gbm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话 默认是没有清的 默认是没有清的 好 那我们去修改 默认的话 这个地方只有卡特琳娜 option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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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边啊 我们可以看到默认的话是没有这个的 是没有这个 那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去写上就可以了 我们就停留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要卡特琳娜 那天到这儿吧 把我们这个放进去 那这个放进来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修改的 哪个地方需要修改 然后我们启动我们的这个 张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启动我们的 张开的服务 启动了这个服务的之后呢 从服务上 然后在我们所有的要去安装一个加二的 这个只在所有的安装 只在所有的安装 然后的话所有的安装的话 呃 我再随着这个视频和课件的附带的软件包里边已经包含了 我们直接用这个 yamlocal 装弯 就是我们家的一个 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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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他 他都是都是默认的 都是默认的 开了 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想修改 就修改下面这几个 第一个是listenip 这个的话 他默认是注数掉了 对 这下边这个是我新添加的 但是一般中下注数掉的都是什么 就是默认选项 一个是他默认先听 0.00 下这个listenput listenput 默认等会105本 也是注数掉 也注掉 然后我把它这个注数给取消掉了 就是全的 下来是我们的这个pid pid pid 我这个地方写了一个tamp 下边的一个pid 但他们这个默认的给的pid fuel的路径的话是这个 哇 下run 扎比扎不斯加2-pid 这个是默认的 其实我们我我 你看我压根就没修改 我就直接打开注释就完 这 然后下来是我们的这个start 这个关口 这也是默认 他默认是开启5个这样的一个 好 好 这个地方 你看我只是把它打开注释 然后最后这个的话timeout timeout 就是加瓦加瓦加瓦的一个超市时间 他这个地方 望着你超市时间是 0 3 然后我只不过把这时间调成了 10 如果你说我真的要修改 这样把它们都修改 也可以干什么 可以只修改这个就可以 然后后干什么 去启动这样一个服务 启动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的话 因为我在做这个sero 端的时候 已经启动了 启动了 所以 这个没复杂 好 就是你看我已经启动了 所以我就不再启动了 我就不再启动了 你们是需要把这个地方去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 好启动了之后的话 然后去修改什么 去修改我们加BIGSERVER 修改SERVER 这个我已经修改过了 这个也是在哪 这个也是在我们SERVER段修改 就这两个都是在我们SERVER段修改 好 第一个是加入的GETA位 这是实在需要修改的 都没有的 你要写上本级的一个IP 下来是他的端口 下来是他端口 端口到1052 1052 好 那然后接下来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开启多少个这个监控项 开启多少个监控项 那是5个 那是5个 然后我们去重启 我们JETA的一个服务 我这个服务也已经要重启过了 我就不再重启了 我就不再重启 重启完之后的话 那现在你看我们需要做的什么 第一 在我们的ACT端 就是你想要去启用GVM监控的ACT端 干什么 去装上这些包 然后去在他的开启的 选择里边开启这样的一个GVM接口 启用这个GVM接口 然后启动服务就可以了 然后去所有端去安装配置一个Java Gateway 然后去在所有配置里边去开启 加入Gateway的配置 开启加入Gateway的配置 重启所有服务就可以了 重启所有服务就可以了 那么你开启是SUROW端的 如果你们要做的话 先去SUROW端上做 先把SUROW端本身给监控 好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 OK 他去添加上我们GVM接口 这个接口的话和上边其实没什么区别 还是我们的短口 他说短口1234 如果你说我修改短口不是1234 不是1234就这个地方 你说我短口 短口在这 我短口不是1234 我都换短口了 你如果换短口了 就是在这 在这个页面上修改 页面上就在这个页面 在这个地方修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主机添加的一个新的接口 那给他关联一个什么 关联一个模板 好吧 我们直接关联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的话 直接用这个 漫人群组Timeplay的模板 这个Timeplay的APP 阿霸奇他们开的GMX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选择 OK 然后更新更新就可以 我去把这个模板去掉两个吧 否则有点多 OK 好 更新一下 更新 更新好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稍微的去等待一下 去等待一下 等待我们的这个GMX的这个监控 像它的生效 它生效 我们现在可以去先看 简单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监控像 先看一下 这个还是我们这个 SMP的一些 因为它获取不到值 那个我们不需要 我们管 我们只需要去找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GMX是那个还没有获取到 就是它的值还没有连接成功 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值还没有连接成功 它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才能去启用这个GMX 才能去启用GMX OK 在启用GMX的时候 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GMX的这个里边 我们一般的话 呃 就是我们在之前使用tomcat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GPS 呃 杠X XL等等 这样的一些命令去查看 是吧 其实我们的这个Java Gateway 它都可以实现 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 Java 它内部发生的一些情况 内部发生的情况 这些东西的话 嗯 你说我能不能通过脚本的话 自定监控像 去监控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还是比较难的 我们是不太方便 是通过GMX了 就是不通过GMX 这样的方式去监控 去监控 其实这个Java 它自身 可以直接开GMX 然后用图形界面 但是那个图形界面的话 有一些不太方便的 就是我们 呃 需要在我们的windows上面 去搞一个这样的界面 搞一个这样的界面 然后去查看 去连接去查看 而且的话 我们的计算的话 它应该是一台一台的去添加 去查看 那也是不是很方便 也不是很方便 我说这个GMX的连接速度 有点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节目 现在 这么久 还没有连接成功 还没有连接成功 我们就找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刀客一 机器是没有 忘了天 这个 这个 s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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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f 我们 那个机器是什么 这个 获取全面图吗 我说获取得太慢 就获取得太慢 那这都是n3mp的 n3mp的 那我们我们先不管它 好吧 先管它 我们先看我们这台 这台的话和那台配置是一样 配置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差别 那我们直接看我们这台的一个 一些监控项 就是关于GMX的一个监控项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GMX就这种监控项 配置完成之后 当然它有些是不支持的 这种不支持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启用的 启用的是吧 我们直接先看一下这个好吧 这是我们的GMX 点击之后 那这是它相关的一些监控项 内部监控的一些监控的端点 监控的一些建置 监控的建置 从整体的监控项的配置来看的话 和我们这个自定义的监控项 或者说给我们平时去添加一个 这个item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它一般就会包含一个上层的一个监控项 上层的一些监控项 有的是包含这样的一个上层监控项的 OK 包括它里边的 当然它自身还包含了一些图形 也对应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就是8080端口 8080端口 我们来预览一下它的各项数据的值的一个获取 它暂时没有获取到一些相应的质 暂时没有获取到一些相应的质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值的一些数据 GMX 这个应该也是GMX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其实它这个没有收到访问量 可能这个并没有一些详细的一些数据 并没有详细数据 我们当它这个真 我们现在真正去启动这样的一个加入服务 然后当它有一些访问量之后 那这个相应的工作进程了 工作现成了 这些值都能够获取到 都会获取到 好 那我先把视频赞兵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获取的时间可能会挺久 就相当于就像我们当时在做Jubik server这台的时候 他当时这个Jubik这个起步 应该用了挺久时间 用了半个多小时 半个多小时 OK 那我们来稍等一下 等它这个GMX这个值获取到 排长发现刚刚好像是我们的这个模板没关联上 我们要关联这个模板 模板好像没关联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去给他添加一个这样的一个 模板之后 模板它会关联上监控项 我说刚刚怎么没有在这台上找到GMX监控项 然后我又详细找了一下 找到了GMX的一个监控项 好 找到监控项之后 这样的话应该就快很多 OK 那么算稍等一下 你看这个监控项有70多个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去找 OK 就是GMX监控项 就有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导客仪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刚刚去配置的那一台 去配置的那一台 他的里边相关的一些配的里边相关的一些配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刚失误 刚刚我等了几分钟 我突然想起 呃 监控项有点少 我仔细一看发现他的这个模板链接没有链接上 没链接上 OK 那我们重新给大家接上 看他能不能快速的帮我们获取到这个值 然后回到这个值 呃 我把他这个监控项重新关键上之后 然后大概动了30秒 OK 这个GMX就有了 GMX就有了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的GMX这个一些配置就可以了 当然你说我可以自定义一个堆内存的使用的监控项吗 可以就基于这个GM接口的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是其实没有必要 其实人家模板上面 把我们大部分需要去做的一些东西都已经做过了 都已经做过了 好吧 那这个地方就不需要我们说的啊 去操心去搞一些GMGMX了 就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我们直接去调论一些常用的模板 之前应该教过他怎么去搜索一个合适的模板 是吧 搜到一些合适的模板 然后我们去使用 我们去使用 好 那么这一课关于GVM监控项的配置和使用 就是G 所以也可以说 就是我们扎定基于GMX的一个监控 GVMX监控 好 那我们这课内容就到这儿就结束了